大家好,今天要和球迷分享的话题是 广东暴冷惨败浙江 猪方杜峰很生气 淋夜总结,多名球篮被罚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广东队的最新消息 众所周知,在昨天 广东队暴冷惨败给了浙江队 这是本赛季广东队与浙江队的 第二次对决 在第一次对决中 广东队曾经大比分很少浙江队 本来第二次对决 很多球迷认为是一场强强对话 但是最终广东队在第三节 就被浙江队彻底的吊打 比赛也早早的进入了垃圾时间 广东队最终暴冷 惨败给浙江队多打23分 确实让很多球迷难以相信 虽然说漫长的赛季 广东队虚掉一场比赛 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但是本场比赛 广东队确实是暴露去了 很多的问题 球队总教练 杜峰指导 在比赛过程中 也是多次 怒喷对栏 说明了 球员的表现 难以让教练组满意 球队总经理 朱芳如先生 也是现场观战的 本场比赛 对于场上队员的表现 朱芳如恐怕也很难满意 那么偶其 在比赛过程中 还屈信了球迷们 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 那就是广东队的明星球员 赵锐 在被驱逐 离场的时候 口中怒骂裁判 众所周知 朱芳如 年轻的时候 脾气非常的火爆 那么 近几年 朱芳如 极力的维护 球队的形象 蓄力广东队 良好的球队形象 那么看到 赵锐 恼羞成怒 当着传国 球迷的命 怒骂裁判 军方肯定也会非常的生气 那么在比赛结束之后 广东队 应该会进行 林业的总结 那么对于 球队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必须要进行 改变 那么从比赛过程中 我们可以看出 有多名球人 将会被盈利批评 被 被罚 那么首先 广东队 本场比赛 在助攻方面 软软落后 这家队 说明了 球队的化学反应 出现的一些问题 广东队的外星色色群 杜荣旺 王兴凯 表现了 非常的差劲 在赛后 肯定会遭到 球队的 盈利群发 那么另外 内性方面 曾凡日 作为广东队的 南宁内性 他的主要任务 就是 保护篮板球 但是本场比赛 广东队的 篮板球 也落后于 这家队 说明了 广东队球软 在场上面 趋性的 松懈的情况 拼抢篮板球的 意识不够 因此 广东队的 这些内性球软 也会遭受批评 另外 就是球队 最终本场比赛 问题最大的 就是赵锐 去掉一场比赛 并不可怕 让球迷们 比较失望的是 赵锐 在 比赛中的表现 多次 于裁判 进行征病 最后 惨遭驱逐之后 还在口中 怒骂裁判 赵锐这样的 错误行为 会游审 广东队的 良好形象 因此 球队总经理 朱芳如先生 以及教练 杜峰指导 肯定会对赵锐 进行 盈利的批评 不排床 还会进行 对内 缺乏 作为球迷 我们希望 广东队 能够尽快的 进行调整 特别是 球迷 要学会 控制自己的情绪 千万不能 需求又失忍 否则的话 可能会遭受 临赛的追加处罚 球迷朋友们 如何看待 本场比赛呢 欢迎大家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